當作親人 你在把它當作家人 然後最後要教他 怎麼去助人 然後因為助人助多了 你就會變成鬼人 鬼人是強自己所來 強人是強別人所來 所以你真正的做法就是把它當作 再把它當作家人 就快要把他一起來 然後還要他不斷地去助人 最後他就變成鬼人 因為你幫助了很多人 那不會做的人怎麼做呢 一開始先把他訓練成小人 讓他自私自利之想自己不想別人 還整天在那裡鬧情緒 認為你越大好都是應該的 你最好不要培養他長大 培養的越大 他越低 所以你如果一看你就把小人 什麼都寵著他也不敢教他 他明明要下懸崖了 也不拉他一把 告訴他他的架構應該要怎麼樣 你不教他他就為所欲為吧 所以為所欲為就是 小人培養完之後呢 他呢就把自己訓練成什麼呢 強人 強人就是強別人所難地 不要說媽這個媽這個媽那個 變成強人 到最後他到處害人 他做了所有的一切都是害人的 然後最後就形成敵人了 讓我找去餵蛋的時候 我就是寵他們寵他一趟活 好像覺得他安利是為我做的 哇請他吃 請他祝福賠錢給他錢 每一服給他一服 上來不會講話 把血網搞直讓他上去 你能瞭解嗎 你能瞭解嗎 其實看清楚就能用體負也不是 因為你太愛他 而不教他 所以你對他一百次好 有一次不好他就恨死你了 因為你肯教會教那個不敢教 胖得最好的 對吧 所以一開始就把他寧成像小人一樣 像小朋友一樣 他怎麼整大到你所為 因為你愛生子 愛到他那生子 我要表演給你乾度 幫你笑 很想完就會很任性 他跟他講 我要餅乾 那你希望高興就是拿餅乾 餅乾給他 不要啊 我不要這種餅乾 那你又很興奮的跟他講 再去拿一個餅乾給他 那你知道他拿到餅乾以後 他怎麼樣 他高興就是 因為他爺爺的耳朵 因為他爺爺的鼻子 我們體力 享受得不得了就不這麼小 他小的時候認為打爺爺 爺爺爺這麼挺他 這麼愛他 可是你不教小孩子 小孩子 人家說一歲之一生三歲之一加傷 一開始就正確的教育 教他 你必須敢聽 因為你是委屈性 人家給你任何都是不應該的 給別人任何都是不應該的 但他有這種心境 他就利於不敗之心了 總共同事 他變成任何問題 他會懂得如何去解決的嗎 所以 你沒養完小人以後呢 就讓他變成一個強人 不管 你的男人都強人做男 那老公就會去罵老婆 老婆就會去罵老公 那罵到最後 人家說呢 你真的不好 為什麼呢 夫妻兩個 你罵我 我罵你 整個家就過了 我現在就會叫人 怎麼想不叫子 告訴我 有初來學的人 回去要忍別人所不能忍的去 但是要懂得教育 因為一個人 社會都是一樣 你看現在一代一致 女孩子根本不懂的笑容 因為夫妻 只要孩子會讀書就好了 其他都不重要 你認為對不對 所以他就變成強人了 他什麼都 爸爸媽媽你不懂 什麼時代的 所以我就講 很多時候我就 學他們的笑話 講給他聽 我有一個小孩 女孩子 時髦 有一天打扮得很漂亮 就問他媽媽說 媽 你看我有飯嗎 他是有行 他媽沒聽過這個名詞吧 他就放在店鍋裡頭 那接下來他想想 媽媽真不知 就去問他爸爸 爸爸 你有微信嗎 他爸爸說 孩子 在家裡 你媽說了算數 我哪來的微信 我哪來的微信 他那不點的微信 不點那個 他在跑去問他 奶奶 奶奶你會下載嗎 奶奶就罵她說 孩子我不會下載 你爸從哪裡來的 就是搞了一大堆笑話 你認同嗎 所以啊 一進來就 基礎教育家 教他的心態要正確 這是你為自己做 只是你不用投資 我們要感謝安利 更要感謝安利公司的資源 因為人家沒有著火沒有經驗 如何去罵人家 拍個桌子 小黃 你有推薦過嗎 你本來就沒有解決過 那你有賣過火嗎 通通沒有 那你被罵得莫名其妙 做了就不快樂嘛 你不快樂 你就只好去多推薦專業 比如說 不連環啊 或是 那個比如說 電商啊 那你就 很有理論性的去教他 那他是做的經驗 跟假的經驗是完全不一樣的 所以我常跟他們講一句話 學問跟理論 只能夠解答問題 只有食物經驗 才能夠解決難題 所以為什麼這些FG 聽我講話不敢怎麼樣 因為我做的比他多 我的案例比他多 然後我的收入也不變得比他少 所以他就不得不服 然後接下來不服就讓他掉了 他一定會掉 然後掉了一陣子以後 他就覺得好像覺得不對 他就為了一兩個人來學 發現來學的人比他還厲害 他武器是一次一次的穩定 一次一次的對理想自己 這樣理解嗎 對不對 所以我說 不可以一開始就把他變成小的 你問看 你問誰的有沒有能夠體驗 我跟他們講他不信 哦 當寶寶 他已經很大了 還當寶寶 那你不能講 他講那一句他會生氣 因為他要面子 那我後來教他的人 我就把你罵什麼開 你愛做不做 你是為你做 你不是為我做 所以要這種恩歸必重 所以我就講 我今天會成功 就兩顆心 一個慈母的心 陪他們走過 一個嚴肆的心 嚴格的獨處他 然後他不聽 就是你主講的 我做給你看 所以所有跟著我的人 完全 每次買Copy的人 兩年三年鐵賞 然後他竟然開窍了 他開窍了 我教他沒有用 我教趙陽 就不會聽 光是A60去我家 在美國 一副就是 去外 就好像覺得 我比你了不起 我只是爸爸媽媽 他忘記了 我三個小孩 比他多了 然後呢 你想想 你今天寶貝團隊出來 你沒有做板壓 你不是害死人嗎 因為安利 他不會聽你說什麼 最重要的看你的兩點 一個帶動你 一個做板壓 你只要把帶動跟板壓 重複做 你不是很互來交互 而且不管他講什麼問題 我跟他們講 解決團隊大大小小的問題 就一種方法 自己往前走 你往前走 做的經驗多 就解決問題的能力也多 所以我這個時候都會用一個故事來講 我說有一隻貓媽媽 有一天看到他的貓女兒 繞自己的尾巴 一直轉 一直轉 他就問他說 孩子啊 你幹嘛咬著自己的尾巴轉呢 那貓女兒跟他講說 媽媽 你聽說過嗎 貓族有一句諺語 這貓的幸福是在自己的尾巴上 你沒看到我努力的繞著我的欺負轉嗎 媽媽聽完喲 很會教育 哈哈大笑說 孩子我小時候也跟你一樣 我長大以後 才終於想通了 就像他今天一樣 打出那種兒子 長大什麼想通呢 你沒想到嗎 你的頭完全走 你的幸福不是跟著你來的 你去繞著一半轉 跳上轉 有什麼用呢 所以我今天講完以後 我們那個姚立啊 說老師我大策大悟 你看看老師對我這麼好 這麼鼓勵我 我就是要對我十次好 有一次讓我不順眼 我就鬧情緒給他看 他說 結果鬧情緒的結果 他說我再也不要鬧情緒了 我鬧情緒的結果 韓姐買了一堆帆子 周凡亞買了一堆帆子 我沒有 所以我就告訴他 寶貝 最愛你的人 永遠是你的直接禮貌 因為你的調跟情緒 跟他有關係 對不對 那你調 你與情緒 跟他沒有關係 為什麼 他只要保住這個就好 大概麻煩 你懂嗎 你們就是不懂得 禮害他們的字 老師越是這樣罵你 你越要醒來 那我也是一樣的 他如果讓我當劇情 我愛戴就不正戴 不戴我也懶得戴 只要他滾就好 除非他不穩 我就要戴他 那他就為什麼戴 跟你一起走過來 他真的是一個財子 他很會總結老師的話 如果我們的深海 有一個這樣子的人 連爸爸都做 寬師奇才 他難怪公司會請他講 可是公司以前請他講 我不騙你 也是害死很多人 他有一流的口才 他講的都非常好 可是接下來 人家不要怎麼做 你懂嗎 所以按理有三點 做什麼 你講到人家 第一個是為什麼做 要講到 哦原來是會直播 第一個要講為什麼做 第二個要講做什麼 要教他 你必須做的 要教 要教 即使老師今天再不好 都給我代表你 我告訴你 我九十九點不好 就有一點不好 我是你娘 九十九點不好 就有一點好 你就會一直講我 九十九點好 因為我是你的代言 因為你掉 不掉 跟他已經沒關係了 因為奶奶就說要摔子就好了 謝謝你 你的話 算你 你的話 你 真的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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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